对错有什么衡量 真假有什么证明 只是一场年少寂寞 何苦太认真 生死有什么交换 爱恨用什么偿还 只是一场无缘等待 何苦太认真 历时天边难以默许 何以旅文贵的幻影 仙神人干净荒荣的心 与世记得那种何苦铭心 与世记得那种 与世记得那种 常有缘情梦 所以太认真 你是天边那一抹水 和一缕魂归的欢迎 一生人更惊慌若可惜 你可记得那碗何苦铭心 还没有人的轻功能跟我流浪月并驾齐驱 你果真下过苦功 进步神速 你也是第一个有能耐从我这里偷走宝物的人 如果喜欢什么的话就自己选吧 就算我对你的奖赏 没人能从师父身上偷走任何宝物的 除非师父愿意给我 但是我不想要任何东西 我只想学会师父抄群的武艺 那才是真正的宝物 你真是太聪明了 聪明的令我对你大有戒心 反而不敢相信你 否则的话 我还真想好好调教你 成为第二个流浪月 你自己随便拿吧 我不要投稿 你自己随便 你来帮忙 你自己随便 思议 你自己随便 你随便 你自随便 你随便 家里 你 快 怪不得了我爹第一眼见到你 就叫你狼小子了呢 小时候 我以为自己也是一匹狼 我和他们 好像可以心灵相通一样 直到兰姨和师父 教我读书写字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和灰狼不一样 不过在狼的眼中 我永远是他们的好兄弟 我天生属于这里 将来完成了任务以后 不管师父回不回来 我是一定要回到狼好谷的 这里的狼都听到了吗 你们一定要等他回来了 你呢 等回春药庄的命案水落石出 长得凶手以后 你愿意跟我一起回到狼豪谷里 共度一生吗 我忘了 我忘了 那个时候 你们父女也该团圆了 也许 你会留在平遥城里 岳天麟 也会在等着你的 我和他从来没有承诺 更没有信物 当我从你身上取下这支剑 我和你的命运 就在对方手中了 这是天意 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 那我们就互相约定 我们要在这狼豪谷里 同生共死 相守一辈子 我们要在这狼豪谷里 我们要在这狼豪谷里 离开这以前 我要亲手烧了这狼豪谷 我不要任何人 在这里找到我的过去 二十五年了 我受了煎熬 就让他复之一句 不留下任何痕迹 刘朗月永远是个谜 没有人能在这张脸上 找得到任何答案 求师父暂时不要烧掉蓝豪谷 弟子早已经打定主意 等完成师父的任务以后 一定要回到这里 尽承向师父保证 一定会死守住蓝豪谷 所有的秘密 直到我死 他也会跟我一起埋葬 连一草一木都不会留下 更不会留下任何 不利于师父的证物 求师父不要烧毁蓝豪谷 金宝小时候总想离开这里 如今才发现 我和师兄一样 根本舍不得离开蓝豪谷 你烧得了蓝豪谷 却烧不了他们心中的家 你不留恋这里 何不把这个家留给他们俩呢 留下他并不难 只是你们要答应守住他 当有一天 你们兄弟俩守不住了 一定要记住 让他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为二十五年前的我 在我爹死的那一刻 也跟着一起死了 爹 爹 你个老不死的 别停 我们父女俩化作利魁 也要向你索命 你不得好死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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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跟以前完全不同吗 还有她过去的恩怨 居然跟当今萍鸟王有关 就算那是当今的王妃 也和你没关系啊 什么王妃啊 我早就猜到 她是朝廷要捉拿的珠宝大盗 那你干嘛拜一个大盗为师啊 因为我要借刘朗月的手 为我爹报仇 而且 刘朗月这个名一样的女人 一定会让我得到 我梦想的权势和财富 我有一个直觉 她密室里的那颗白玉叶明珠 就是改变我命运的关键 现在是半夜了 别做白日梦了 睡吧 好 好 好 如果这两个孩子 不能完成你交给他们的任务 你会狠得下心 亲手要他们的小命吗 我真担心你心中的复仇之火 一旦点燃 就再也没有任何人 能阻止得了了 你会毫不留情地 除掉所有的绊脚石 不成功 变成人 若有任何疏失 不用我这做师父的动手 他们自当以死谢罪 大家就在这里分道扬镖 自己的身份和任务都记牢了 平遥成见 人有什么交换 爱恨有什么偿还 只是一场无缘等待 何苦太认真 一世前变那一抹水 和一缕魂归的欢迎 也是人 人情惶惶可适 许致动何方可不兴行 是真的 富儿一个多月前回来过 还遭人行刺受伤了 岳公子放心 他的伤势不严重 那位陪伴富儿姑娘的少侠 比您还紧张呢 他日夜不停地守护着他 还把陈湘镇 所有的好大夫全都请来了 富儿不是一个人 回到陈湘镇的 我听富儿叫他 金城 这位少侠气宇轩昂 颇有英雄气概 和富儿姑娘十分般配 后来富儿和那位英雄 一块走了 那是当然了 富儿姑娘要是再回来 我会提起你的 千万别替我来过 一个字也别提 你又想去市集找人比武吗 就算你打败了所有男人 你也变不成男人 老爷子你就让他去吧 走 饶了我 饶了我吧 三姐 他多东西 饶了我吧 他多东西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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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你饶了我 饶了我 求你起来 饶了我吧 大少爷 大少爷我 打开 打开 大树 将军府里没让你吃饱吗 就为了十几个鸡蛋 急待子民 你就真的这么嘴馋 不要命了 大小姐饶命啊 小的 小的不是嘴馋 是因为家乡到饥荒 家里牢牢小小十几口 也看见快饿死了 小姐 爹身为镇国大将军 本来就应该辅佐大王 帮助百姓安居乐业 如今民不聊生遍地饥荒 我们家却是九支肉林 穷奢极欲 爹是怎么护国护民的 季峰 我这臭丫头 满口扶若鸡贫的歪礼 我就罚她百米五千袋 我瞧你有何能耐 把五千袋粮食 送给那些鸡民 干什么 谁呀 杀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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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好身手 不知姑娘有何刺疆 难道我来镖局 还能买糖葫芦吗 自然是来找你们保镖的 今门姑娘保的是什么镖 送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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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到哪里 哪里缺就往哪里送 我们镖局保的 都是值钱贵重之物 你要我们替你送粮 这陆费可比粮食贵多了 你们别小看这几车粮食 有多少鸡民 在等着这些粮食救命呢 你们保过的镖 还有比这更有意义的吗 可是有这么多缺粮的乡镇 就算我们全都杀了 镖师也不够用啊 不愁镖师有的事 听说她是将军府的千金小姐 上回比武招亲的也是她 可不是嘛 大伙全抢着去看热闹 这会儿等着上擂台的人啊 更多了 是吧 走走看看去看看去 你们回去 把脸上身上的伤治好 明天一早 就到疫症标局报到 才十个标识 还是不够数 台下的给我听着 别光顾着看热闹 难道就没人敢上台 跟本顾奶奶较量较量吗 你今天要是再敢来拆我的擂台 误了我的正事 你的正事就是闹笑话吗 我可是急着挑男人送去 给你入洞房是不是 有 有 我真替你丢脸的 就算我不娶你 你也不能天天在集市上 挑男人架吗 嘿 我是挑男人 不是挑丈夫 你不看明白 就黄口白牙地骂人 我刚从陈山镇憋了一度的气回来 你是送上门的出去头 你小心别怪我 送下无情啊 好 好 好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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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种你就给我念出来 比武 震灾 没错 比武震灾 你这公子哥可是想尽人间美味 却不知道有多少人 连一口饭都吃不上 所以我比武是为了挑选能够送粮食 到各地之赈灾的好手 你干什么 路见不平 我替这位姑娘出口气 你不该对女孩子这样粗暴无敌的说话 太没礼貌 我 我月天灵跟她的事情 与你何干啊 我们非亲非故的 要你多管闲事啊 我就是要替你的爹娘管教你 你回去管好你自己的儿子吧 看你也不想生得出我儿子的名 你住口 你给我站住 你要亲口向她道歉 好 好 算了吧 她受伤刚好 别再伤了她 这位小姐已经接受了你的道歉 你可以走了 好 好 好 朗月 当我听她自称是月天灵的时候 我恨不得当场把她一披两半 老月 你真的把她 南姨 我的确是想下手的 可是当我看到 岳天林脸上 那对跟他爹一样的苟眼的时候 就提醒了我 姓岳的祸国殃民 是全天下的罪人 我不能一刀杀了她 让她那么痛快 兰姨 你是不是又想劝我 姓岳的也有无辜的 这世间 不是人人都有罪的 是不是 不就是那个和金宝差不多大的孩子吗 他能造什么罪孽呀 他竟敢骂我说 是生不出儿子的命 老天给了你做娘的命 是你自己亲手扼杀了她 来 看看孩子 让她 冷云 让人捏肿死 冷云 不要 不要啊 我姓岳 刚才那台上跟姐姐见过面的 朗月 刚到平遥城第一天 你就跟姓岳的联系上了 我已经耽误了二十五年 我连多一个时辰都等不了了 不好意思 也没预先通报一声 就这么闯进来了 没有关系 让你久等了 请进 刚才立台上见了姐姐的身手 真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尤其是姐姐的功夫 更是叫我开了眼界 你找我家小姐有事吗 这是我亲戚 原来在我家做管家 你叫她兰姨好了 兰姨好 因为姐姐当众给我解围 特别是在月天林那个混蛋面前 替我狠狠出了口气 我是专程来道谢的 这位姑娘怎么称呼 我姓岳 人人都羡慕我有个显赫的姓 可是我倒嫌姓岳是个累赘 从小呀 我就盼着能改姓就好了 姑娘家一旦嫁了人 不就改姓了吗 要我跟她姓岳 那我宁愿出家为你 怎么 你跟那个姓岳的男孩有婚约 平遥王有意给我们止婚 可那月天林抵死不从 好像我真是猪八妹 我嫁给她 她就会变成猪八戒似的 书中的美人 就是姐姐这个样子的吧 真守峨眉 耻若鞭背 真是一笑倾城 这样的女人味可真是天生的啊 其实女人有很多种啊 我瞧你刚才打遍天下 无敌手的气概 那才叫女中豪杰 这里挺幽静 对了 还没请问姐姐方明呢 我姓柳明朗月 这里是我刚刚租下来的 我的亲人都故去了 才决定与兰姨到平遥城 来另谋出路 好美的名字啊 凭姐姐的本事 一定能在平遥城大展宏图的 我们初次相见就好像有姐妹缘分 对啊 那我就接受你这声姐姐的称呼了 好啊好啊 我给季小姐倒茶 都怪我没用 刚到平遥城就病倒了 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 那我马上请太医给兰姨看病 真是难得又出生豪门 却又这样帅性又善良的女孩 这么好的孩子 你真忍心利用她 现在我心里面只有复仇两个字 就算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也绝不会对她有丝毫不忍 她越单纯无知 对我们越有利 多亏了先时设想周全 除了住宅 马车 连车夫都为我们准备好了 也好 我们这就乘车去给你抓药 小姐 炭道 小姐 大夫 大夫 不想这样的 大夫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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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不要急 都不要急 不要急 不要急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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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让开 大夫 我让老爷昨日晏客 你 客人们肚子疼得满地打滚 连我家老爷也倒在地上了 这竟然连餐的都病倒了 我实在是救不了了 这怎么办呢 大家听我说 这这 谁啊 仙人掌草见味止泻 量荡镇静安神 蘑菇蜊一肠胃 山楂消食通至 另外还可以在桌椅人参 穿穹 银杏靈芝 补气养生 一日两天 蝶服三日 保证根除病灶 治本 又不伤身 我们佟大夫 刚才已经询问过外面的病患 大家症状都很相似 肯定是久未下雨 和鲤鱼虾贝类 在烹食之前早已腐烂 才造成冰克集体中毒 上吐下泄不止 佟大夫精通药经理上千种草药 只要能对症下药 无病不能医 请帮我问一下造房在哪里呢 先生火 药抓齐了 我亲自煎药 好了 那么现在大家谁先看呢 我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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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不舒服 我肚子痛啊 我先给你把马卖 伸舌 吐得很厉害是吗 吐了多少天了 天天吐 每天都在吐 对 行 但是不太严重 你放心 我现在帮你开药 吃两三天就没事了 谢谢 吃两天都没事了 好 停车 朗玉 你先回去煎药 您不能下车 快跟我回去 一直往前走 直接冲进岳王府 朗玉 你二十五年苦熬的耐心哪 不能毁于一时的冲动 我不怕 就算岳王府人多势众 我也要一个人单枪匹马冲进去 时机未到 谁说时机未到 二十五年 我就等今天 我一定会杀了岳亭 拿着她的人头去见平遥王 给爹报仇 替爹洗清冤屈 你这是去送死 王爷府有铜墙铁壁守护 你以为你自己还有 隐身出入的能耐吗 你就算死在岳亭面前 他也不认识你 这样太不值了 马车怎么停了 仙师 谢谢仙师这些年来 不间断地送信到朗豪谷 让我和朗月不至于成为 与世隔绝的人 与世隔绝的只是你的形体 既然进了朗豪谷 就应该以修心的境界 放下俗念 又何必下山再结陈缘呢 因为我是俗人 俗人的境界 就是自己的家和亲人 若是有人侵犯了这个境界 就算是佛 也阻挡不了我血债血环的决心 总有一天 我会将月亭的家全部移平 拆掉他的铜墙铁壁 让王爷府变成一座乱葬 小兰 为了忠于他爹给你的托付 你辛苦守护了他二十五年 别轻易葬送了上仓 多给你们的这二十五年 同富儿和李强强 已经平安抵达 那京城和金宝呢 也在离平遥城不远的路上 静心道观是你们的家 不过记着 要把刀剑留在门外 今天他是怎么换了我们车上的马符 我都不知道 想必他在出家以前武功就很高强 兰姨 他真的只是你的远亲 我们自小就情同姐妹一起习共了 不过他早就立志要放下手中的剑出家 他可是我们在平遥城 放手一搏的后盾 我倒觉得 先是希望你能跟他一样出家 永远归隐于此 喝水了 师兄 来 师兄 我又想出了一个新鲜主意 世上你这个土豹子 没做过的新鲜事可多呢 你休想一口气做完 我们这一路上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 你就别再出搜主意了 我只是想一到平遥城就直闯王宫 你的脑袋在脖子上呆腻了是不是 你想直闯王宫 反正我们已经把王宫的路线图 背得给滚瓜烂熟了 确实是伸手嘛 来一步都说了唱戏前有彩牌 我们就当先彩牌一回 好 好 师父不是教过你闪转挪移的身法 我在明你在暗 怎么还闪不开啊 你的动作快如闪电 我哪一回闪得过你啊 不学抢梁 啊 我们过去看他吧 走 滚開 灯火 滚 大家 사진 他呆 那些没天凉的穿 interf坐 还欺负那些�民 轻 别打了你 住手啊 estado Moss 胆敢抢粮 你说谁抢粮 我们是酸成从平洋送粮过来的 你说什么 见粮就抢 你们分别是一伙的 你们这些饿死鬼偷胎 为什么要抢抢粮车 对不起 误会了 是我没搞清楚情况 还你 金宝 住手 我们打错人了 都弄错了 别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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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 放手 大家都别抢了 都别抢了 这丫头啊 瞧这丫头啊 瞧这丫头 娘 我帮你捶捶 好 清儿啊 爹准备大量的送粮到灾区 能救活一个鸡民 就多获一份人心哪 爹要好好褒奖你 春林 把这些水果包起来 我要去送给刘姐姐 谁是刘姐姐 一个眉目如画 先姿欲智 一笑倾城 再笑倾国的美女 刘姐姐啊 她不知有绝代佳人的美貌 她的才思 才情 甚至武艺 样样都超人意的 大小姐 您请的王太医和卢太医 都到了 阿福啊 你这是哪儿 闹出病来了 你叫他们在外面候着 是 我带他们去给兰医看病 瞧啊 一个刘姐姐啊 还不够乱 怎么又跑出来个兰医来了 由她去封吧 她总算啊 做对了一件事 季风啊 是 就照她说的去办 哪儿缺粮就往哪儿送 不管送多少送多远 大量地送 是 医父 听说他们都是季小姐 用列台比武选进标局的 遍野鸡民 季将军要不停地 把粮食送到各地 用的标识越多 粮食送得越远 就像她百姓也就越多 所以啊 对这些标识的身手 也就不能太挑剔了 季公子你放心 我们兄弟俩虽然没有保过标 可是谁要由我们手中 抢走一袋粮食 就得拿命来换 好 那我就把训练标识 扩大赈灾的任务 托付给你们了 好好地训练这些标识 季将军一定会重重赏你们的 还是把我们的赏金 多买几袋粮食救人吧 记得没关系 你要坚持吃药 每天两次温手顺足就可以了 好 下一位 哪里不舒服啊 哪里不舒服啊 肺炎还是老毛病啊 那我抢一下 哪里不舒服啊 你看 我这个肺炎总是不舒服 没关系 很快就会好了 好 我开副药给你吃 谢谢呗 水滚之后加入米和药材 小火熬至浓稠后 直接附在伤口上 好 每晚换一次药 好的 记住了啊 谢谢同志 谢谢 慢走啊 姑娘啊 瞧你年纪虽轻 望闻问妾 却都娴熟而精准 想必是出自名义之后啊 医术果真是了不起啊 严大夫您太过奖了 我的医术都是我爹教给我的 我只不过是在尽力做到 先人心而后能人数 各位 各位 发生什么事了 大家听我说 我去看一下 好 各位 同大夫独创的幻影神针 能够让你立刻改头换面 彻底变脸 每人呢只收十两银子 哎呦 好好 谢谢啊 好 好好 好好 你别紧了 好的 好好 好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各位 怎么 其实呢 每个人打娘胎里 就带着这张脸的了 如果要变呢 那只有老天爷能够变 我只能医病 不会变脸的 哎 哎 不要着急 如果大家脸上有瑕疵的话 我倒有特制的药膏 敷在伤口上 会很有效的 我可以免费送给大家试一下 来 大家试一下 来 别急别急 慢慢来慢慢来 都有份的 好 都有份的来 给我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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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没有提到刘朗月的名字 我一定要找出 这个假名字背后的真相 一个人 不能用自己的脸见人 甚至连爹娘给的名字 都不能用 这种痛苦 是你我不能够体会的 也是他隐姓埋名的原因 谁要想揭露背后的真相 一定会招来杀身之祸的 所以我们两个 一定得遵守 对柳庄主的承诺 你明不明白啊 强强 这些太医 满嘴气啊 麦啊 五行六行的 结果开出的药方 兰姨吃了毫无起色 好歹得让她能吃得下东西啊 连大夫都说 兰姨虚弱的 连麦息都快把不到了 不行 我得上街找草药郎中去 这些太医太没用了 快点儿 我现在是又渴又饿 对不起兰姨 对你受罪了 不过我们一定得让季晴相信 你病得连床都下不了 我才能一个人去计价 放心吧 这孩子好哄得很 只是她越对我们好 我就越不忍心利用她 当归大黄白韶悬生木香龙胆白树山药 烦死人了 这不都是用来治病的吗 还分那么多名堂 真是无聊 我管你谁是谁 全把你们放在一块 这里是济世药庄没错吧 喂 我找你们药庄的佟大夫 这里是有个佟大夫 不过金大夫云大夫 也救不了你 你说什么 我说济世药庄不给人变脸了 我看你从头到脚 男不男女不女 不如直接投胎 变成男人还快些 有人猴子戴帽 想冒充大夫 我看你呀 连倒要渣都不配 喂 为什么吵啊 季小姐 你不认得我了吗 我是同父儿呀 你是岳天林那位女霸男装的朋友 我送过一辆马车给你们 对呀 原来传说中的女神医童大夫就是你呀 我以为朋友重病在床 连太医都束手无策 你能不能 我暂时不能出诊 不然这样好了 你把这位朋友的病症告诉我 我开药房给她 我把这位朋友的łość打扮 岚辉 你果真是宝刀未劳 我几乎不是你的对手 你早就青出于蓝 胜过我这个师父了 我宁愿永远撑你兰姨 等一会儿 在季家门口的那场戏 一定要演得逼真 还要靠我们两个的默契 一定记住 对我初见时 千万不要手下留情 以免被季人节看出破绽 你尽量让季晴的马车 带着你多绕几圈 给我充分的时间做准备 别忘了吃点止血药 免得到时候实习过多 你放心吧 姐姐今天这身装扮 真叫人眼前一亮 我爹见了你准定精为天人 不过我娘可是个醋坛子 姐姐到时候可别见怪啊 我以为兰姨 服了我从济世药庄 带回来的药 已经好多了 怎么还 兰姨现在需要休息 所以不能跟我去拜访 令祖令堂了 不过你的药的确有效 兰姨已经好多了 等兰姨病全好了 我亲自驾车 接她去我家吧 好的 快点快点 姐姐 你快看 看哪 好漂亮 义父 小妹一再叮嘱我 千万要义父留在家中 见见那个柳小姐的庐山真面目 我跟情儿说过 如果那个女人 真的向她说得那么好 我就亲自列队功名 红儿 我去练剑 你不用陪我了 留在家里 替我招呼那个什么柳小姐的 最好能查查她的底细 是 海尔恭送义父 爹 有刺客 保护警局 清儿小心 打开 爹 当心伤了刘姐姐 啊 相似沉海 泪沿 只静掉下来 不知如何能 向你告白 泪塌包含 太多的无能 我们一起 无法重来 分手约在 情争弄湿 灰路走得 区区折扎 续输几朵怀疑 几朵忧愁 你我单相似 到已成了河 分手却在 情争弄湿 此生走得 区区折扎 难忘记 几朵怀疑 几朵忧愁 为你等待 光滑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集中